其实在刚刚短片中 我们会看到宋楚瑜先生的话 在宣布参选的那个演讲当中 他自己就提出来 其实他当选的可能性比较小 那外界有很多的说法 认为说宋楚瑜出来参选 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于什么呢 他身后的这个清明党 有所加分有所注意 在你看来 现在的局面来看的话 宋楚瑜是不是必须得出来选 清明党才有可能有喘息之地 还不一定是一席之地 是喘息之地 势必是如此 其实现在各方的民调都显示 清明党的支持度 已经很大量的被民众党 被其他的政党都已经瓜分掉了 那么有一些民调显示 他的支持度 可能都在1%到2%之间 所以如果说宋楚瑜 没有出来参选的话 你要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 我想大家也感受到了 吵来吵去其实都是领导人层级的 要不然就是韩国瑜 要不然就是蔡英文 其实你到了各个政党 柯文哲就连他说话的分量 跟说话所能够引起的讨论度 都在快速下降 即便他曾经是媒体从而 所以如果说今天 所有的讨论都在领导人层级的话 你没有推领导人 你的政党的支持度 就是很难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度 所以这个是亲民党的困境 其实也是很多的 这个比较小的政党的困境 所以对宋楚瑜来说 他这一次的这个中举之战 他的其实很明显的 我们看到目标 就是让亲民党的支持度 至少要跨越3%的门槛 因为跨越3%虽然不会分配席次 但跨越了3% 可以分配政党补助款 至少让他一手带进 这个亲民党的这一些幕僚干部 可能有个喘息的机会 能不能达成目标 其实我们不敢讲 但就祝福他 亲民党确定在2020以后会消失 我很大胆的下我的政治判断 我的政治判断不一定正确 但是我现在是这种看法 第一个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 亲民党的地方的议员的选举的胜出率 已经低到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程度 选后呢 他的比较大的基础在台北市 甚至于两员大将 也都投靠到台湾民众党去了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讯 我不认为 一个在地方基础上面 没有动员能力的 光靠领袖的魅力 能够撑取太大的台面 上一次朱立伦领导的国民党 因为患住 因为王如雪的军宰案 风波等等 是被打落谷底 再加上马英九当时的 军公教退休慰问金 对军公教的伤害 证券交易所得税 对股民的伤害 所以大量原来的国民党可以得到的选票 至少100万票移到亲民党身上 所以宋楚瑜可以拿到了150几万票 但是反应在亲民党的选票 也不过刚过5%嘛 打个对折都还不到 但今天呢 我笃定了这100万票 也都回到国民党身上 所以宋楚瑜 能够从蔡英文手上拿到票 我不相信 所以他能够估算的选票50万票是上限 那50万票打着回去亲民党的 部分区的政党选票的话 那大概就20 30万票吧 应该是这是一个合理的 估计的空间 而且他除了在台北都会地区 可以发点声量 藉由媒体不断的扩展以外 离开台北 这个已经是爷爷时代的故事了 基本上选民离他很远 而且新生的选民 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他 已经很多人对他没有感觉 而且也没什么意愿 也许他刚开始宣布参选的时候 媒体声量会很大 但是逐渐进入到投票 对他的报道的声量也会降下来 所以宋楚瑜2020参选 我的判断是老季福利 自在千里 千里宜远往日如雨淹 所以历史的潮流 已经没有他的空间了